MUSTAIN MACHE 新車私訊又來了 今天來看福特六盒電動馬 MUSTAIN MATCHE 雖然標誌一樣是野馬 車型從雙門跑車變成了運動跑旅車 我跟你講這我真的差一點去訂 但它那個價錢出來我真的是有一點 懶怕它捏不下去你知道嗎 哇你看看這台MUSTAIN ELENA 1964年到現在2023年了 已經過了60年了 MUSTAIN 奔馳的馬 到現在還站不起來 MACHE等於FAST E等於ELECTRIC PERFORMANCE AND ECOFRIENDLY STYLE FUN TO DRIVE EYES CATCHING WE CAR 什麼意思啊 象徵快速電能 我們的車 我們買不起的車 這次台灣上市的MUSTAIN 有三個等級 SELECT 中階的PREMIUM 我喜歡它這個尾燈 因為它雖然把它做成像運動跑旅鞋背式 但這個尾燈呢還有這個野馬的精神在 野馬精神從泰山那一代到下一代 再到家的這個電動的這個野馬 看起來那個尾燈還是有那個精神在 不是只有那個馬奔馳的馬的標誌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延續的 最高規格GT版 這個GT藍真的是 你說的藍是什麼藍 甩 車頭燈的話 精神就比較沒有 野馬精神就沒有 比較沒有那個明顯 我覺得尾燈啊 流水式泰山還要花錢改 有沒有 直接就是這樣 哇前面水洋護罩封起來 因為電動的啦 這叫做蜂巢式水洋護罩 你確定 丹尼你確定 它在上面寫 這蜂巢在哪裡 這都紅細的 那我來蜂巢 荷萊的蜂造型 欸那個 現在那個VLIN那台蠢好不好 它前面那個大鼻頭啊 看起來像用貼紙貼上去的 你有沒有看過在路上 電動的 對對對 它本來應該是網子 愛擦是不是 對對對 它本來應該 那個鼻頭是網子嘛 它現在封起來 感覺很像貼兩個假鼻孔在那邊 那我在路上看到 每看一次我都幹掉一次 為什麼要做這樣 它為什麼要那麼堅持 就蠻奇怪 對很奇怪 你就是硬要貼個格柵 不是嘛 你可以用別的形式去 呈現那個鼻孔 但不一定說 還要把它貼成很像假的鼻孔這樣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封起來就很像那個 Bili4S 還有那個MOMO 電動車好像都這樣 哇 這個LINKING我覺得還不錯喔 所以LINKING的形式是好看的 19吋鋁圈規格是225 559 這個形式我覺得是做的還不錯 然後紅色卡鉗 有沒有看到 美規的包卡的燈 GP版本到20吋 Blenbo卡鉗 哇 這個頂級的Decca chain也不錯 對嘛 為什麼電動的 就一定要把它用一個鋁圈蓋 然後上面弄得很醜扁扁的這樣 連我那個Tycon的那個 電動車的那個鋁圈也是 賣雞雞 而且它還用的是那個 貝奈利Pidero Pidero從我小時候就做到現在 做20幾年 還有Pidero Glubber Blue Star White Shadow Black Rapid Red 這是啥? Carmonist Carmonist Great Nist 有異地 過去式 沒有啦 我亂講的 現場展出了藍色跟白色 哇 這個GT藍 帥 屁股稍微圓 圓潤一點 不夠斜 車側看不到車門把手 完全都沒有把手 這最白爛 這密碼真的最白爛 這從以前的大黑雕 以前還是用那種橡膠的 你知道嗎 然後又幾個都會被按破掉 按久了幾個按鈕 大家都知道你密碼是哪四個 它以前是用那種像遙控器那種 橡膠的 你按久了那個按鈕都會特別的明顯 這個在V柱上面按 不知道會不會有指紋之類的 而且你在那邊看人家遠遠看 搞不好就看得出你按什麼指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對啊 好啦還不錯啦 至少它有更新嘛 對不對 有創新嘛 電動尾嘛 遮陽板固定的文件 該讓你連這個都觀察了是不是 你到底有沒有在認真的看 有沒有妹可以拍啊 就很少啊 現場都是記者 沒關係啊 有正的記者也可以啊 要想嘛 我們的觀眾全都喜歡看誰要看車啊 剛我屁事系列又來了 對不對 對 行李箱容機519 傾倒可以到1420公升 哇這個帥 這個我喜歡 小燈有野馬的小LOGO 這個我就喜歡 精神 哇前面已經有置物空間 曾幾何時啊 你想得到野馬前面有置物空間 而且還有設計排水孔 美國有看到拿來當小冰鬼 不錯呢 可以放一些啤酒啊什麼呢 還可以排水 哇 來來來 SELECT單馬達後輪驅動 0-160.3秒 電池也比較小 72KW而已 然後Penium有雙馬達四輪驅動 有91KW 368P 0-150.1秒 GT的話 雙馬達四輪傳動 也是91KW 然後有592P 最大能力可以到87 0-130.8秒 所以Penium如果改軟體 應該就可以592 感覺是這樣嘛 對不對 只是你沒有那個大包啊 所以你花這個錢 GT買GT就是要那個大包 還有鋁圈也不一樣 鋁圈比較大 對不對還有空力套件 CCS2的規格 支援快充到150 SELECT版本最快33分鐘 可以10%到80% Penium GT版本最快45分鐘 因為它容量比較大 它這個車頭用那個遮板 實在是不好看 銅色的那個板子 內裝部分都是15.5吋 直立式 我覺得直立式比較帥 我記得上次你拍速報路 也是直立式的 就橫的看好膩 哇而且下面還可以幫你做分鏡 環境對不對 中間有個實體按鈕可以調整 哇這個很特別 它的大平板中間挖了一個洞 做一個實體按鈕 它的音量冷氣加熱 要快捷鍵 不錯不錯 高級 欸對啊它還有燈耶 周圍的框框也幫你框出來 啊這個方向盤差了點 這是GT的方向盤嗎 這個是GT的 這個是方向盤就沒有那個煞氣 方向盤普通的點 熟悉的排檔系統怎樣 哪裡熟 KUGA 這個扶手 所以它的排檔系統做在扶手上 前面有可以放兩個手機是不是 好大喔 前面置物會蠻大的 然後有連接車機的跟這個充電Type-C GT 扶手上 我知道了啦 所以有一個高低差啦 我剛剛看了 它是先做一個扶手 寫GT的扶手 前面才是排檔 在前面是杯架 在前面是放手機的 然後門檻也是寫 一支野馬的GT 雙電動椅我看到了 副架座椅喔 B&O 環倉音響系統 十具揚聲器 然後前面的這個是布是不是 那就是喇叭的那個 它是喇叭喔 哇 整條的喔 跟那個家庭劇院一樣耶 嬌修啊 它這還有一點像那種 抓背的紋路 欸這椅子也很特別耶 這個很怎麼 很像我去坐飛機的時候不好睡 然後脖子要整一個那個 怕你這樣啊 欸這很特別耶 第一次看到這個椅子這樣設計成這樣 一般就只有在這個 這個腰靠的地方有做突出來 現在沒想到在脖子這邊也做得出來 採用Ford ActiveX材質 據原廠表示在乘坐品質上十分舒適 這樣看起來有點不殺 它的方向法跟椅子看起來 跟它的外觀相配不太起來 外觀看起來很殺 怎麼看到裡面就覺得 鳥鳥的 蠻可惜的 對不對齁 沒有那個戰鬥氣息的 哇這後座這樣我還沒看耶 這裝置是脊皮是不是 它是合成皮 合成皮喔 我覺得那種話很沒用 它門版 門版是脊皮 喔是脊皮喔 副架子座也有這個解鎖功能 喔看到盲點 全車系接配備不可開啟 LowE塗層玻璃車 喔固定的全景 不可開 可以隔絕紫外線 喔蠻黑的耶 喔後座是這個平坦的 USB的Type-A跟Type-C的充電孔都有 後座也有出風口 看起來像蠻大的 開鎖L 以前我跟你講有什麼車是這樣開鎖的 VOLVO 在門把上有一個這樣可以往後搬 類似大小跟你這個差不多 整個往後搬 砰就開門 所以那個應該是一個爛設計 所以現在沒有車要用 連VOLVO現在自己都不用 所以那個設計應該是不怎麼樣 那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感覺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以前那個吸拍開的 它現在感覺是改成電動卡拉的 所以它搬一下卡拉就開了 所以就跟它做上來沒關係 它要做個按鈕也可以 只有一個儀式感做個像把手一樣給你 全車系都有COPILOT 360的輔助架子系統 GD版本9具氣囊 另外兩個版本10具 為什麼GD版本比較少 它是不是應該是有延伸的比較長 用數量的話就比較吃虧了 可是它的面積應該是有加大 你可以去查看看 我這裡也是液晶有一個馬在跑 保護程式 來來來 SELECT是208萬 PINION 248萬 GD 268萬 反正要頂頂不太下去 沒錢很窮 野馬從雙門跑車變成SUB 是福特台灣鶏的首款電動車型 你看 對嘛 就是拍這個嘛 就是那些嘛 含麻的啊 不知道能否現在台灣人口味 不過有一名前野馬車主表示 這不是野馬 誰誰誰 外面的 外面那個 誰誰說不是野馬 泰山 泰山說這不是野馬 欸對啊 它其實野馬要做電動也可以啊 它做電動的跑車就好了 好像後面還是說會 應該還是會嘛 好不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再看到時候 如果是電動野馬的跑車 有沒有機會買得起 好不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留言開啟小鈴鐺 啊謝謝我們的丹尼 下次見拜拜